我要快樂 我要能睡得安穩 有些人不抱了太溫暖 離開了太不可我 早應該更熟 埋政十四月早離婚王全人 沈玉玲輝婚姻經營實屬不異 會不會覺得台灣男生很好玩 會啊 不會啊 有世界的人 就說台灣的女生都很比愛皇家的嗎 日記女星佐藤麻衣在2014年 嫁給台宿集團長孫王全人當豪門媳婦 結果不到三年就婚變 從去年開始打離婚官司 據三立新聞網記者獨家報導 其實她早在今年四月底 就已經完成離婚手續 正式切斷九年婚姻 被問到離婚的條件 簡短回 現在的我一樣做所有家事跟工作 現在的我很快樂 身為麻衣曾經的節目製作人沈玉玲 今天出席活動不免也被問到這一題 我都覺得現代婚姻經營 實屬不異啦 我自己呢 我也是很努力在經營婚姻啦 包含要不使得創造新鮮感啊 這個你問郭哥啊 非常有經驗對不對 因為我沒想到他有一過分都可以 歡迎今天的最佳男女主角 話說麻衣不是王全人的第一任妻子 第一任是首都客運千金李晶晶 兩人戴下一女結果結婚兩年就互控家暴 彷彿真人版的八點檔 不過現在兩人還是朋友關係 反觀第二任妻子麻衣 2014年嫁給他後就逐漸淡出螢光幕 外界以為是麻雀變鳳凰 但實際他就是在家當個普通的家庭主婦 不料三年後婚變 他悄悄把孩子帶回日本住 不過還是很常帶兒子回台看家人 滿足總裁阿公王文陽的愛孫之情 會不會希望那個麻衣媳婦常常回來 我想他就是常常回來 他已經是常常回來的 不好玩耶 超可愛 每天晚上要去睡覺九點的時候 就說 跟阿公 I love you so much 直到去年 跨國離婚官司正式開打 據說當時年薪約為450萬的王全人 說自己只是一般的上班族 每個月只願意給麻衣6萬的贍養費 蛤 蛤 周刊指出王全人去年 還被報要扶正外遇的外國空姐 還對麻衣母子不聞不問 麻衣帶小孩聚餐總裁阿公仔 卻不見她的身影 我不知道我覺得你們媒體 比我知道的還要多 對 在6月麻衣弟好友艾莎站台活動 與待保留的回應婚姻狀況 和好姐妹相擁哽咽落淚 那那個過程中你有委屈嗎 我覺得過去的事情就別人都放下吧 公司的事情就鬥一鬥落 協議的條件不能講 是擔心你滿意的 不能講 那個配偶欄是還沒有空白 差不多了 可能會有追求者就類似 還沒啦 希望有啦 忘記怎麼打電話 太久了